一盒闸,逛了一声,爆了 这又换上一个新的电闸 结果一盒闸,又爆了 现在把线拆下来也不敢合了 拆下线以后和敢不敢合呢 我心里有大怵 我也不敢合闸试 先测一下输入电压,220V 正常 测向线与向线380V 400V 400V 电压正常 电压没问题,合闸送电 这个当然不会爆,没接电路 现在测量输入电压 220V 正常 测间的师傅说这个闸里边爆了 砰砰响 现在看这个电闸没问题 爆也不是电闸的原因引起的 那就拉下电闸,找一下是什么原因 用弯表用弯表测一下都好 测电路短不短路 这些测量输出这四根线之间 火线与零线之间 不短路 把档位调大 再测一下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灵火之间 摆动幅度挺大的 这一路 这也说明不了问题 因为下面都接着 电源块啊,变频器啊等等 有回路 所以这么样测没有意义 向线与向线之间 电阻 电阻还行 看着没问题 一喝闸就爆电闸 直接跳闸喝不上 这种应该有很明显的就是 线与线之间的打火 电壶烧黑的地方 插座是没有 电源块,正常 保养室也没烧 再就是变频器 接进来的三项电 输出三项电 爬上去闻一闻 完了,鼻子不好使 闻着有点味道 不过再往里看 有明显的烧黑的地方 从这能看出来 就像打过火一样 再往下看一看 有没有别的烧糊的地方 这是显示屏 显示屏怎么放这呢 显示屏肯定没问题 它是用的24伏的直流电 这有一个接头 应该是电机的插头 这个地方烧糊了 打过火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接的电机线 还接的零线 这个不是地线吗 接零线什么意思 上面接的三项电机输出 还有一根线 怎么接那么多线给电机啊 有发现有发现 这是互相之间击穿了 因为这个电弧 把线朝这个盖都打黑了 那这个地方不好 不会一送电就爆电闸呀 坦白说是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 砰的一声 跳闸了 你说会不会是它击穿以后 电流过大 把变频器里边也击穿了呢 我看里边有地方都黑了 那就打开这个变频器 我前一个视频就说了 自从我开始学变频器 了解了它的结构原理 现在遇到变频器内部故障 我也敢拆开看一看 要隔以前我都不敢打开 因为打开啥也看不懂 这个地方发黑了 把线都拆下来 如果找不了的话可以做好标记 我这一个也给它做个标记吧 要是内部没什么问题 我再给它照原线号接上它 或者是先拍照 这一个必须拍照 记得清楚 打开变频器 打开以后才看到里边都击穿那么严重 你看都打黑了 这块板也黑了 再往下拆 看一下下边的主控电路 这是三个变频管 不知道击没击穿 看一下 烧得挺严重的 不知道这几个变频管有没有击穿 这边有三个变频管 侧面还有三个变频管 再往下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 滤波电容 两个滤波电容 这个板让电弧打的 测变频器的好坏 可以用弯表 达到成一档 测它的输入和输出的端子 就能判断变频器 整流电路和 逆变模块 有没有坏 这样测是测整流模块 是不是烧坏了 测的是不通 把表皮倒一下 再测量 输入的三项电端子 与BP端子 再测输出 这个逆变电路 与 自动端子之间 测的都不通 可能是那六个 朝向管 也就是变频管 可能是击穿了 正常的电路是通的 现在看输入和输出都击穿了 这就是用指针万一表 简单的来判断变频器的好坏 测的这个样 就不要再通电了 整流块 在电路板中间的一个 输入交流 输出直流 波浪的这个形状就是输入的交流 输出直流正负 可以在这测一下整流桥 它里面是四个二级管 把表皮倒过来再测 不通 这证明整流桥已经烧坏了 击穿了 二级管单向导通嘛 这样测量的都不通 把表皮倒过来再测一下 还是不通 那就是击穿了 关于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原理 准备做一场直播 由工程师来给咱们介绍 变频器实物 IGBT 整流于逆变一体的模块 它的工作原理 以及刚才看到的 有的变频器有六个变频管 组成的逆变电路 刚才测的都被击穿了 刚才用指针表 就是这个指针表 从接线端子就可以测变频器 初步来判断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就是测输入三项电的端子 与整流二级管输出端之间的电阻 确定了整流电路是坏的 就是整流块被击穿了 又测了输出端 这六个变频管 也是不同的 被击穿了 都是测这个虚流二级管的 导通与截止 来判断逆变电路的好坏 刚才看的滤变电容 也被电弧击了 也就是它整个主控电路 都不能用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所以准备下一场直播 介绍变频器的内部结构 以及工作原理 损坏以后可能出现的故障 或者是什么原因 能造成它的损坏 用万一表怎么来检测这些键的故障 或者用示波器怎么来检测 到时候愿学变频器的 可以进来学一学 这个没办法 只能说换一个新的变频器 选了一块Current变频器 连同厂家的工程师一块 被我拉过来了 装上这块变频器 电机输出这个插头这一块 因为击穿了 所以不要那个插头了 直接接近了变频器 它是个电机 里面除了接三项电 还有两根线要接这个刹车线圈 就是随着电机的启动 它后面的刹车线圈 要通电系核 把刹车松开 可以测一下它这个刹车好不好 直接测量刹车线圈的电阻 这个刹车线圈是直流线圈 它后边有一个整流块 通过整流块测量出来的电阻 3000欧 没问题 它这个是给它通一个220的电 也是由变频器来输出一根火线 这个输出主要是靠变频器内部的接电器触点 吸核以后给它通一个火线 就是TATC 考虑到如果刹车线圈不好 会对变频器造成什么影响呢 所以准备在它的输出端 接出一个中间接电器 有中间接电器的触点 来接通线圈的通和断 这样会不会能好一点 或者说多此一举 还是给它加一个中间接电器 就是变频器输出控制接电器的线圈 中间接电器的触点来控制 刹车线圈通断 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点动 是有P2C输出的控制信号 这头接近了变频器这个控制端子 这个看起来接线很简单 这本这两个端子一进一出 控制中间接电器吸合和断开 来控制刹车线圈 这本书上有这个图 通过P2C 来控制变频器 它是输出启动停止信号 给变频器 包括点动,点都没化 然后这后面有个触点 接通和断开 来控制外围电路 这个是控制刹车线圈 我给它装了个中间接电器 接的没问题,敢不敢通电 一通电会不会报 送电看看 看看工程师调参数 我调的话还得巴拉说明书 工程师调参数都闭着眼调 就像按了快进一样 手手的 电机的额定转速 940转 一眨眼的功夫调好了 它都是调的什么参数啊 就是命令员 通过端子来控制变频器 不是面板操作,是端子 下面组频率 选了个数字设定 为啥选这个呢 是有一个掉电记忆 就是我现在运行60Hz吧 我关掉电子后 一开机 还是60Hz 就是你下次开 还是这个速度 再就是最大频率 60Hz 上线频率 加速时间 减速时间 都标出来了 再往下就设定了电机 电机的参数 额定电压 电流 额定转速 这个在电机名牌上都有 根据电机的名牌来调 上面都有 这个是1.5千瓦的电机 下个参数就设定端子的参数 就是变频器输入那三个端子 有P2C给它输入 第一个端子可以设定为正转 第二个端子可以设定为停止 这位是第二个端子 第三个端子 还有点动 就是告诉变频器 只要有信号给这个端子 它就停止 第1我设定为正转 第2设为点动 第3设为外部端子停止 就是停止键 包括点动运转的快慢 加减速时间 还有一个电磁线圈 随着变频器的运行而通电 这是设置那个端子的 就是那个触点 就是它俩 随着变频器的运行而接通 控制刹车线圈 这个选变频器运行 没了 就这些 后面呢暂时用不上 这里有三根按钮 启动停止点动 三根按钮是直接输入给P2C P2C输出 这三个信号线给 变频器来控制它 启动停止 电动 设备运行当然没问题 还可以手动调速 要快有快 要慢有慢 总之这个电路做的还可以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请多多指点